欢迎来到灵异鬼世界 今天来讲韩国三大鬼屋 长春花园 据说这里栖息着近百只鬼 也因此吸引众多灵异探险者 前来一探究竟 不过远道而来探险的人 进去不一定会遇到鬼 但是很多人都有个共同经验 就是会鬼打墙 迷路 长春花园原本是一间餐厅 变成鬼屋背后的故事令人悲伤 之前曾在里面工作的员工 和到餐厅的用餐客人 都曾分享在这遇到的诡异事情 搞到后来员工离职 客人也不敢来用餐 那开始讲变成鬼屋的原因之前 先来讲探险爱好者 到长春花园探险时 撞鬼的亲身经历 这是我高中毕业后 进入大学前的一个冬天 当时天气寒冷 那天和朋友出去玩 住在旅馆的最后一天 我们开心喝着酒 突然朋友提出一个想法 诶 要不要去那个地方 去哪里啊 长春啊 你是轻笑哦 你不觉得很有趣吗 别想那么多哦 我们快走吧 别闹了啦 你是想还没有读大学 就办伤识哦 虽然努力阻止 但朋友们固执己见 我也只能无奈的 坐上朋友的车出发 车外 企业的夜晚 看了手机 显示 凌晨一点 诶 一定要去吗 当然啊 都已经开到这里了 难道还掉头回去 不如这样吧 我买酒请大家喝 我们改去别的地方 那里就待在车子里 别进去啊 朋友很难说服 后来还是到了 长春花园 停好车后 朋友打开车灯 照亮整栋 已经变废墟的建筑 你真的不进去吗 不去 那你就一个人 待在车子里咯 被朋友搞到很害怕 根本不敢一个人 待在车上 在进路前 我们玩猜拳 决定谁走在最前面 幸运的是 我走第三个 最前面的 是刚刚 坚持要去的 那位朋友 一楼 并不像传闻中的 那么可怕 车灯的亮光 照亮整个一楼 以前这里是餐厅 可以看到 餐桌标记 随处可见 探索完一楼 我们前往二楼 一到二楼 就发现 有张老旧的桌子 和布满灰尘的椅子 有人就提议 我们来猜拳 输的人 就坐在那张椅子上拍照片 诶 你是轻笑吗 我不要玩猜拳 驾啥 真靠北呢 我们开始猜拳 但这次 我输了 心不甘 情不愿的 坐在椅子上 其他四人 拿出手机拍照 拍完后 我们继续 前往三楼 到了三楼 大家都停住了 因为 汽车的灯 没办法 照到三楼 所以只能用 手机 微弱的灯光探索 最先看到的是一个 全身镜 镜子整个裂开 朋友就拿出手机 想拍照 我也跟着拿出来 这时 我们全部 肩膀靠肩膀 看向镜子 突然 有人开口 诶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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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是什么东西 什么啦 就那个啊 他用手 指着镜子里 反射出来的门 就是 在我们背后 关起来的门 因为 朋友还用手 遮住眼睛 这行为 有点诡异 大家就叫他 别闹了 但他这时说 刚进来时 那个门 是打开的 不过大家 不以为懒 还叫他发誓 如果乱说 会死 没想到 朋友还是坚持 这让我们 全都傻眼 之后大家 就转回头 看那个 关起来的门 静静地 看着那个门 大概 十秒左右 我脑中 有个想法 就是 这个门 怎么好像 有点心 门 门被打开了 出现一个 黑色的人 是鬼吗 因为太暗 看不太清楚 但很确定的 他是用两只脚 走路的东西 这时 大家也没胆子 用手机亮光照他 突然听到 像用指甲 刮黑板 发出的 刺耳声音 揽露那东西 慢慢地 靠近我们 我是第一个 尖叫的 我叫了之后 其他人 也跟着尖叫 大家边叫边用 最快的速度 冲下楼梯 二楼一楼 上了车 大家只想赶快 离开这鬼地方 坐在 驾驶桌的朋友 立刻发动引擎 油门 直接踩到底 狂飙离开 但是 却 一直一直地 重复 这已经 是第四次 经过了吧 也开了快五分钟 结果 再次 进入我们眼前 视线的 还是那个 长春花园 这奇怪现象 让大家 精神崩溃 恐惧感 涌上心头 此时 我们也已经 打电话 报警三次了 搞到后来 警察不耐烦 觉得 我们不是疯子 就是在 恶作剧 喂 这里是 敌川中央派出所 更新年纪 的高兴 不要再 卡电话来闹 好吗 我们是说真的啦 你们有时间 打电话来闹 不如 好好的去读书 我们真的会死啊 如果到场 没有看到你们 你们 就给我准备 去坐牢 请你们快点过来 我们都会疯了 挂了电话后 当我们 重复看到 长春花园 第十四时 突然 一阵睡意袭来 就像 是吃了安眠药一样 我支撑着睡意 转身 朝后座看去 其他的朋友 都昏睡过去了 真的 不能睡着啊 睡了就 喂 起床了啊 这不是 朋友 成熏的声音 哦 这 这里是哪里啊 海湖哪里 当然是医院啊 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 我听到一个 令人震惊的事情 接到报案的警察 虽然态度怀疑 但还是派了四名原警 到长春花园 一到现场 他们 全吓呆了 他们 看到我们的车子 竟然 在长春花园前 不断绕着圆圈 虽然原警 打电话给我们 但我们 也没有人接 幸运的是 车子的车速不快 原警 就用警车挡住 成功 让我们的车 停了下来 诡异的是 当他们看到 车内的景象时 每个人 都很震惊 因为 在车内的我们 全都昏睡 连坐在驾驶座上的人 手也没有抓住 方向盘 被送到医院 醒来后的我 突然想到 我们探险时 有拍镜子的照片 结果 大家拿出手机查看 全都没有了 连我在二楼 猜拳猜书 坐在椅子上 拍的照片 也没有了 这件怪事 时间 过去很久了 我跟人讲起 有人相信 有人认为 是我在 编造故事 但我知道 这是我23年来 最可怕的 亲身经历 每次跟朋友 聊起这件事 北极 还是会发凉 三楼那个 到底是什么东西 车子 为什么没有人 坐好方向盘 还能在花园前 不断地转圈 这些问题 至今没有答案